疯狂的狮子狩猎斑马 这小斑马刚刚出生非常脆弱 看看斑马身上的条纹 黑白两道 绝对是连腿上活的 这小斑马很快就能站起来 母亲保护着小斑马 但是太脆弱了 由于生产的已经离开了大部队 这小斑马真的很坚强 站起来了 这个母狮子已经潜伏过来 随时有可能出击 弄不好这娘俩都够呛 这个狮子很聪明 他肯定是挑老弱病残进行攻击 这样狩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这年轻的狮子王上来就是一口 这小斑马真的不幸啊 刚刚出生 就被石头王拿下 这远处的猴子 看热闹 这成年的大飞飞啊 也非常厉害 他们的攻击性啊 非常强 这小斑马啊 还挺坚强 顽强的反抗啊 这大飞飞的牙齿达到了五厘米长 他们呢 有的时候也会狩猎小斑马 小狮子 包括小花豹 他都会狩猎 也是荤苏搭配啊 而且肺肺啊 干不过就可以上树 成年斑马呀 不敢过来营救 眼看着小斑马呀 被狮子拿下 结果肺肺出手啊 这肺肺啊 准备从狮子的手中 抢走小斑马 但是啊 最后还是被狮群呢 拿下了啊 这个狮群的数量越来越多 母狮子集结过来了 结果把这个成年的斑马呀 也拿下了 这个斑马呀 鸡眼也会用牙齿攻击狮子 但是今天不好使啊 狮群的数量太多了 最后狮子狮猎成功 水牛大战狮子 这狮子王啊 看这样伤得不停啊 水牛妈妈带着小水牛 现在非常危险 由于生产呢 它们已经掉队了 对着鸽胆盯上了 你看就是年轻的石子王 平年的大水牛啊 一顿多重 也不好对付 这个鸡胆水牛啊 绝对是暴脾气 但是小水牛啊 又不能收 非常危险的干扰 这哥俩大战母水牛 小水牛呢 已经被母狮子拿下了 正常情况下呀 三头石子可以狩猎一头水牛 就是看同伴呢 能不能回来研究它呢 这个母水牛啊 也很勇敢 现在狮子啊 在消耗水牛的手体力 就被追上来 现在狮子的数量啊 有点多 看见狮子啊 伸多极少 这母狮子啊 直接碰到狮牛身上 绝对是个狮猎好手 关键时刻 水牛群反杀回来 漂亮 这水牛啊 在吃草动物当中 是最细心的 当时的狮子就蒙了 每年死在水牛脚下的狮子 数量是最多的 现在狮子已经走投无路了 被包围了 一旦下来就死定了 今天的水牛啊 真的太给力了 狮猎水牛 看看这老虎 绝对是丛林之王啊 这马赛人潜伏多时啊 准备从老虎的口中啊 抢走食物 并且猎杀老虎 这水牛啊 一顿多重 老虎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它是单打独斗啊 可以制服水牛 真的不容易 马赛人呢 现在 有了自己的家畜 有了自己的村庄 所以说小日子过得非常好 但是它们呢 是最原始的部落民族 保留着大刀 长矛弓 弓箭 狩猎的方式 这老虎又拿下了一头水牛 他狩猎就是锁猴 一招之敌啊 这个头可不小啊 这个老虎啊 力量绝对超过了狮子 很难制服 看看马赛人能不能拿下老虎 发现了老虎的足迹 这个个都是狩猎高手啊 看看用的弓箭啊 这个箭头上啊 都有毒液 而且戴上了自己的猎犬 这个老虎的嗅觉啊 非常好吃 闻到了两脚兽的气味 他也知道危险啊 马上就要降临 永远干不过两脚兽啊 看看这老虎啊 很聪明啊 上树了 这是为了躲避追杀呀 这弓箭手啊 准备 老虎啊 来个突然袭击 这伤得不轻啊 现在整个在这里的村民啊 都出来狩猎老虎 说明这个老虎啊 很难对付 今天必须拿下老虎 看这小伙子飞枪 这各种武器啊 全用上了 最后啊 狩猎老虎成功啊 不错 漂亮 庆祝一下 好 我好 好 好 我好 好 感谢观看